Ipt真的需要高频词替换吗 因为你不是说之前说pt最重要是抓关键词吗 这和topic relate的关键词 同一次真的需要替换吗 不是就是有模板了吗 大家好 我是你的澳洲卡王子 上个礼拜我给了大家一个pt的一个写作的高频词的一个替换 那么很多学生就问我 Ipt真的需要高频词替换吗 因为你不是说之前说pt最重要是抓关键词吗 这和topic relate的关键词 同一次真的需要替换吗 不是就是有模板了吗 那么是这样的三点 我会再讲三个原则 第一就是确实不需要很多 但还是需要一些基本的 所以我才给大家总结了108个 而且我相信大多数的东西你都是认识的 对吧 因为比如说你这里边是有讲university students 那下次写的时候 你可能讲college students或者讲graduates 这种简单的替换的能提高你的vocabulary的分数 尽管vocabulary分数不是那么的多 但它也是个分 对吧 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它对你打基础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给大家总结的这些高频词的替换吗 不但能帮助你的写作 它对你的阅读 特别是reorder paragraph这要题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reorder paragraph这要题其实很多的都是同一次的替换 对吧 你才能抿出它的指代性 另外它对听力的wfd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很多词也都在这里面重复的出现 对吧 最后一点就是对模板的更改 因为你如果目标是要65分以上的话 你会发现很多很多时候 你确实需要写更多的keywords 对比如说当你address一个问题的时候 当你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前面可能有address后面肯定有什么 可能有handle tackle或者是 due with copy with 这些全部都能说解决一个问题 那你后面这样就可以引带出更多的什么关键词的信息 或者是你最近运气特别不好对吧 没有帮老奶奶过马路对吧 那这时候你在考试的时候碰到了两篇写作 那你不能用一个模板吗 你肯定要不同的模板对吧 这时候不同模板是不是怎么样 如果你来不及背的话 是不是就一些词可以替换 就很简单的另一个模板就出来了 对吧 这也是另外一个重要性 就是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把这个108个 最起码自己过一遍心里有数 好吧 如果需要这个资料的话 别忘记在评论区打上一个资料两次 我就发给你了 点赞下来 我是明明 别忘记得点赞评论关注 下次再聊 拜拜